参选2016总统的施明德 是马不停蹄上广播节目 他不只是大批民进党是镰刀派 只想要收割 也对总统参选人蔡英文重炮批评 而同样也是前主席身份的林毅雄 他也说如果施明德参选的话 就会偷他一票 会把我形容成唐鸡格的 我不是 我是罗宾汉 宣布参选2016总统的 前红山君总指挥施明德 自诩罗宾汉 上广播节目炮口直接对准蔡英文 对他选总统觉得毛骨悚然 有一个暴力小鹰 根本失控 毫无领导力 我想说他来做三军统帅 哇 糟糕了 我真的听到那个时候 毛骨悚然是在那个时候 前主席身份落下重话 批民进党镰刀派只想收割 连上政论节目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的 偏马说 让施明德敲捉筒嘛 直到我离开 离开民进党的时候 党中要送给我是大和解为台湾 北红今天还在那里 你连接点都不懂 是 所以 你怎么我怎么和解 你怎么说我在黑马英雄 好大的你不用风 无知 大动干火 施明德挺身参选2016 让同样为前主席身份林毅雄 说出会投施明德一票 两人是否有合作可能性 可是他宣布要赚钱 我想到从前我们立即奋斗对付国民党的时候我们那种同志的情谊 所以我说我这一票一定要 当他说要投我一票的时候就被如此的践踏 我不想给人家任何麻烦 没把话说死 不过两位民进党前主席 一前一后唱双簧 会不会让原本2016总统大卫 胜券在握的民进党乱了套 就看绿营怎么接招 华语新闻赖伟 反弹英文台北采访报道